升級輪正 其實坦白說,大家最近都有點危險 都是做淡為主的 我自己反而會接受大市 去做終極一跌的時候 就有機會將一些比較強勢的股份 都拉進去做一個跌浪 其實我今天就反其道而行 就找了一隻比較穩陣的股票 去看看會不會爆炸到的 那隻就是941宗移動 因為從技術層面看 其實他本身在大概五十一元左右 穿了保力加通道之後 就進入保力加通道 打算離開到保力加通道底部 就有機會叫做跌勢完了 但是就配合大市下跌 他又再次跌回到保力加通道底部 大概五十個二左右的水平 就繼續保力加通道擴闊 那見到他的MACD 即是他的動力仍然在階段四那裡擴闊 那又繼續下跌 我就在想可以搏一搏去 就去到大概之前前低位 大概四十七元四十八元左右的水平 那我指洩位 就可能定回軟一點 因為這個呢 都是在搏大市中幾一跌的時候 會拉扯到他 下去一個叫做比較低一點的水平 那所以這個指洩位 可能就定回大概是五十二個二左右 而下面的空間 就大概去到大概四十七個半左右 看得長遠一點 希望可以就是駁到這個跌浪 然後80後頭機械Alan的部署 如果大家都太淡 直中移動941有機會向下的話 可以留意坡倫選擇22931 22931這隻中移動的坡倫 行世界在四十五個兩紅三 多其一去到七月尾 槓桿都可以到十二倍流上 假設941有機會去到下跌參考價 大約四十七個半這些位置附近 這一隻坡倫22931 假設人生波幅不變的話 潛在的升幅都可以去到五成流上 再見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